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咸蛋肉饼饭,喜欢我影片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之后会继续收到我的影片。 最近周董周杰伦的新歌最伟大的作品《红遍两地》,更连续两天登上了《Goggle》热门搜寻第一位,是当之无愧的天王。 上一次发行专辑已经是2016年,相隔6年后,周董无预警地发行了最新专辑,除了有之前的《说好不哭》,《不爱我就拉倒》,《马虚头》,等你下课, 《我是如此相信之外》,还有最新的《还在流浪》,红颜如霜,错过的烟火,粉色海洋,倒影,泥南式的节式饶舌,朗朗上口的副歌旋律和大量的古典乐器,一群恶昏头的老劫迷们,根本像是恶鬼闻到厨房飘来的熟悉香味,那股难以压抑的激动,瞬间熊熊燃起。 前阵子,同是天王的王力宏,爆出了磊神之锤事件,市主王力宏在大半夜发出公告回应风波,同被称为乐团超级天王的周董周杰伦似乎也没闲着,竟也在IG发文提问表示看了睡联会想睡吗? 让不少粉丝一看就懂,笑他也在吃瓜,现在台湾四大天王里,罗志祥,王力宏,林俊杰都相继陷入桃色纠纷,不少粉丝喊说,现在只剩他了,这几年的他成为了宠妻魔人,连专辑都很少发行了,但你知道宠妻魔人之前的他是怎样的吗? 周杰伦早几年看似酷酷的不爱说话,但其实周杰伦从出道至今,感情世界可谓丰富多彩,被传出的绯闻女友先是温蓝,再后来是徐若萱,蔡依林,还有Hibi,侯佩存等,个个都是如花美女,才气逼人,但除了老婆昆琳之外,她唯一承认的两个女友只有蔡依林和侯佩存 当年,周杰伦和蔡依林是公认的金童玉女,一个是天王一个是天后,两人2001年在吴宗宪的撮合下,在一起的,两人曾经第一次在节目里亲密接触,那时候的他们还不是天王天后,只是个歌手,第一次两人见面就非常青涩,害羞,非常的美好,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低调,在一起期间周杰伦还给蔡依林也写了不少歌,道代,骑士精神等,不仅写歌还跟其合唱,周董出书, 除了周妈妈和外婆,蔡依林是唯一帮做了序的其他人,当年为了替蔡依林的演唱会站台,周杰伦还不惜中断海外宣传,扛着身体的病痛返回台湾,不管怎么说,当年的周杰伦对蔡依林是很上心的,从她为蔡依林做的一点一滴就能看得出,她和蔡依林是真心相爱过,只是后来因为两人都太强势了不得不分开,据说因为侯佩存的介入而导致分手,双J不在同台,近年来才和好 和蔡依林分手后没多久就被拍到和侯佩存在一起,侯佩存是台湾知名的女主播,2001年开始进入电视台实习,等到2004年的时候,已经是台湾知名的新闻主播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她与周杰伦因为节目结缘而相恋,与周杰伦的恋情曝光后,侯佩存不得不辞去主持人的工作,做退居周杰伦后面的女人, 但最后还是分手了,不少网友非常好奇当年的金童玉女为什么分手,据网友铺料称,两人竟然是因性生活不和谐所致,因为侯佩存严禁婚前性行为,周杰伦的每个前任都非常优秀,那些非文女友个个都是貌美如花都是非常有才华的,才子配美人天经地义,最后周杰伦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昆琳,现年28岁的昆琳已经为周杰伦怀上了第三胎, 很多女生在21岁的花样年华还是对未来感到迷茫,渴望一场浪漫爱情,可是昆琳在21岁时已嫁给了世界级的王老五周杰伦,成为人人羡慕的天王嫂,转眼间二人已经结婚7年,日前周董上载夫妻登山合照,留言,结婚纪念日快乐,谢谢你让我们的家充满了幸福,不过我也让他充满了欢乐和笑声,因为我更有趣,周杰伦和昆琳结婚当时的世纪童话婚礼更是让人难忘, 而昆琳在26岁就已经育有一对儿女,一家四口金长放闪晒幸福,有人说昆琳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能嫁给周杰伦,一夜之间飞上之头变凤凰,她曾被外界热议是靠夫成名,周董背后的女人,这段感情在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却并不那么对等,可是昆琳却从不介意旁人指指点点,更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止于此。 昆琳在17岁的时候就和周杰伦相识,当时还是周杰伦透过朋友之首邀约昆琳,在和周杰伦相处了半年之后,她被这个贴心又幽默的大男孩吸引,而周杰伦很早开始就对她倾心,两人自然而然就开始发展恋情, 要和天王级人物谈恋爱就注定了站在舆论的中心,乖巧而低调的昆琳年纪轻却相当有EQ,很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两人对于感情生活一直保持低调,交往期间一张照片都不会发布,据说她还推掉了大部分谈话形式的综艺节目,避免被追问感情问题,在媒体前也从来不会回答感情的事情,每次被提问都只是尴尬傻笑, 因为她一直很害怕自己的回答会影响到周杰伦,成为周杰伦的女朋友之后,昆琳并没有主动以这个身份去在演艺圈向上爬,也没有炒作薄新闻的行为,默默承受着成为天王女人的压力,外国长大的她性格直爽开朗,和周杰伦恋爱后却一直隐忍,外界施语的巨大舆论压力几乎压垮了昆琳,她曾经为此而将自己与世隔绝,她挣扎着要不要放弃这段感情,因此逃到了美国读电影,企图借由距离去 逃避感情,可是就在她逃到美国的第三天,周杰伦就追了过来,那时候,她说,我那一刻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人了,2014年昆琳和周杰伦正式结婚,如同画般的世纪婚礼让昆琳成为了女生梦想中的公主,她表示其实自己并不渴望当公主,反而周杰伦才是拥有公主心的那一个,婚后很多人都羡慕昆琳被周杰伦捧在手心宠爱,而昆琳其实也把周杰伦宠成了公主, 昆琳是个贴心又细心的好老婆,不但家里的琐碎事情都整理得整整有条,也很紧张周杰伦的身体健康,因为她的僵直性脊椎炎经常发作,而女和丈夫的起居饮食她都很留意,另外她总是会为周杰伦制造不同的惊喜,即使是过了热恋期还是会给对方写情信, 在周杰伦生日的时候更用自己赚的钱送上名车领保坚尼作为礼物,也会经常结伴和周杰伦一起打篮球,不论大事小事,她的付出与宠爱一点也不雅于周杰伦,成功锁住了天王的心,昆琳曾接受月访问时被问道,如果遇到老公与孩争宠时会如何处理,她笑只会先抱起还再跑去抱住老公,这样就两个都抱到了, 很多妈妈在生孩子后往往因太疼爱孩子后把全部注意力与心思都全放在照顾小孩身上,而别忘了官令办,昆琳说他们一向把另一办放第一位,为了给孩子树立榜样,周杰伦更曾对她说,我会先宠你,再宠孩子,两个人对夫妻关系的重视,也成就了幸福的四口之家。除了天王一词,说她是华语乐坛的颠覆者也不为过,周杰伦曾说,她很少听别人的歌,因为她16年前写的歌, 到现在还在流行,这点无庸置疑,时间退回到16年前甚至还可以再早一点,2000年,周杰伦出道,她的首张专辑J,获得了台湾当年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最佳制作人和最佳人三个奖项,同年被打败的,有王妃,纳英,孙燕兹,莫文伟,以下就是周杰伦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之前的故事。 1997年,她参加超猛新人王为朋友担任钢琴伴奏,周杰伦的同学歌唱没获奖,她反倒因为写了一首奇怪的菜谱歌被主持人吴宗憲注意到,才有了后面整个故事的开始。 不过,周杰伦被吴宗憲安排进唱片公司后并不顺利,她创作《眼泪之道》被刘德华拒绝,创作《双截棍》给张惠妹再次被拒绝,1999年江惠的《洛宇生》,终于成了周杰伦第一首卖出的歌,尽管这首歌并没有火遍江南大北,但这是她第一次和方文山合作,一切似乎被命运在暗中铺好了鲁,别人唱不来,不如自己来。 阿尔发唱片公司总经理杨俊荣听完《可爱女人》后,向吴宗憲力见周杰伦,吴宗憲让他一周之内写出50首歌,如果可以,他就从里面挑十首给周杰伦出新专辑,周杰伦当然做到了,当下,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2000年前,情情爱爱,你浓我浓,依然是大众流行音乐的主流,周杰伦新专一出,华语乐坛变天了,周杰伦发现,美国黑人音乐与东方音乐相结合时, 汉语的四声与英语的声降调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用汉语来唱嘻哈,就跟快板没啥区别,黑人演唱的韵律感荡然无存,所以他颠覆了传统的唱歌方式,干脆把唱变成一件乐器,不考虑写词的评则和韵角,尾音处理得像黑人那样,要自模糊一些,以牺牲发音为代价,去找出那种黑人音乐的韵律感。 随后,周杰伦以一年一张的高频率,接连发布范特希,八度空间,夜惠美,七里香,11月的肖邦,依然范特希六张专辑,将华语流行音乐脚腿翻天覆地,唱片热销,奖项不断。 2003年7月,第四张个人专辑夜惠美的主打歌以赴知名首播,全球有8亿人在收音机外等候,后来,全亚洲超过50家电台定7月16日为周杰伦日,以纪念该日的盛况。 同年,东风破发行,这首歌巧妙地平衡了中国文化和西洋音乐结构,成为亚洲流行音乐中国风的里程碑之作。 周杰伦成为首歌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华人男歌手,被其官以亚洲流行音乐之王称号,他稳战华语乐坛的顶峰,人们已经将它视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 可是,周杰伦曾在一次访谈中对歌迷回应,我有时候听到说,你是我的青春的时候,我会感触很多,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希望不要只是你的青春而已,我希望我是你的一辈子, 我希望你们到老都还在听我的。周杰伦的音乐像龙卷风一样吹过无数80后,90后的青春,成为记忆里有味道的风景。 近年来,他的嗓音因为演唱会的操劳导致每况愈下,在演唱会上演唱不能说的秘密时,也需要降3key,用假音,交给观众唱。 在前几年看到整理时,我才意识到这位音乐上的皇帝已经唱得太久太拼,纵使魅力仍在,但已经藏不住些许岁月的沧桑,只希望这位天王可以继续陪伴我们更久一点吧。 好了,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欢迎赞好,留言及分享,我们下集再见吧。 。